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爱你们的小倩 美秀父母找事,和姐姐相应为命 这位姐姐也不是真正的姐姐 而是美秀母亲生前雇佣的员工 美秀和她情同姐妹 一起进让母亲留下的面包店 日子虽然清贫,但却很开心 贤佑因为杀人 她在少管所待了好长一段时间 但其实人并不是她杀的 当时,他们在天台上万秋 守门员不小心自己掉了下去 她眼急手快,要拉住她 却只拽到了她的一只手套 所有看到的人,便都误以为 是她把人推下去的 警察,家人,同学,没有一个人相信她 两个人出自相见 是在1994年 贤佑刚从扫官所出来 路过了美秀的面包店 当时,店里正放流烈的音乐电台 听到了广播离更换低机的消息 贤佑喃喃自语 原来真的有奇迹 美秀觉得这个人有点奇怪 便对她留了心 之后,贤佑来面包店打工 和美秀出在了同一屋檐下 因为长得太帅 总会有小姑娘慕名 来面包店为官 美秀在相处中 也渐渐对这个内敛的男孩 产生了好感 情度初开的年纪 两个人谁也没有说出一句喜欢 没过多久 贤佑的一群混混朋友 浩浩荡荡来到了店里 带走了贤佑 自此,贤佑再也没有回来过 面包店之后 也因为韩国经济大环境不景气 被跑关门了 1997年 大学毕业的美秀找到了工作 绕路来看之前的面包店 没想到 在这里遇到了贤佑 这一次 已经长大 他们都变得勇敢了许多 美秀邀请贤佑进了家门 两个人合一而睡 贤佑到天亮 一开始拥抱 亲吻了美秀 距离说出爱 两个人只差了那么一步 但是第二天 贤佑就要去服兵仪了 这个年代 手机还没有普及 两个人想要保持联络 只能靠电子邮箱 美秀特意给贤佑 申请了一个邮箱 但就忘了写上邮箱密码 等他反映过来的时候 贤佑者已经进了部队 都说 从前车马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但车马慢的年代里 那丢一个人也很容易 一个转身 能让你等好几年 一个没有密码的邮箱 也能让你再等好几年 类似这样的错位和冲锋 在影片中一共上演了四次 四次遇见 三次错过 直到最后一次冲锋 两个人才真正相守在一起 从1994年到2004年 将近十年的时间 社会在飞速发展的 刚开始 丢了音信就消失在人海 后来 电子邮箱是联系的唯一方式 之后 有了手机 只要你想 就不会再能丢一个人 十年的时间 两个人也在发生了变化 一开始 穷盛懵懂 所有的喜欢都化为相似一笑 后来进入社会 美秀更主动 更活泼 开始大胆表达爱意 等着社会上分得筋疲力尽 这份活泼也慢慢被磨没了 面对这份感情也变得胆怯 见面时的欢喜 也渐渐演变成了不如不见 害怕相见 贤佑 一开始就是身负巨大压力的一个人 杀人犯的罪名 他背负了十年 死者的家人不原谅他 他自己的家人不相信他 当时才遇见事件的同学也拖着他 所有人都认为他不该过得好 死者年纪薪金就没了 你凭什么过得好 同学们因为这件事都堕落了 你凭什么过得好 重视贤佑一直努力往上走 但这些过往都在拖着他前进的脚步 所以他胆怯 他懦弱 他觉得自己不配拥有美好 美秀的姐姐是唯一说相信他的人 即便美秀姐姐自己都忘记了这句话 贤佑却始终把这话当作生活的动力 美秀的喜欢对贤佑来说 更是上天赤雨的幸运 他很小心 也很珍视 默默地等待 痴痴地等候 把他放在内心最干净的角落 还记得初遇时 贤佑的那句奇迹吗 那时候 他在少管所里 每天听流烈的电台 在心里默默祈祷 如果电台发生变化 自己的人生也会变得不一样吧 果然 从少管所出来的第一天 流烈的电台换了低机 也是在这一天 他遇见了美秀 看到美秀 他觉得自己还是有救的 被美秀喜欢着 让他觉得自己 是值得更好的生活的 所以 即使全世界都知道他杀人的事 全世界都不相信他是无辜的 他也希望美秀 不知道这些乌七八糟的事 他希望自己在美秀面前是干净的 正常的 而这 终将会成为两个人之间的一颗定时炸弹 四次相见 三次错过 说好听了是兜兜转转 终究是你的情趣 但其实 何尝不是一出理想的童话呢 一出现实生活中没有的 只存在于童话世界的故事 人世间 其实是没有那么多巧合 让你来再续前缘 很多时候 错过就是错过了 也就只有电影 才会给你塑造这么一出浪漫的童话 百转千回 错过的人终会久别重红 最现实的生活往往是 不管多深爱 只要错过了 那就是真的错过了 十个多年 那为你错过的人 还好吗 没错过的 א� Hoff 词